Poey就想問6號電能和2638港燈 哪一隻呢 如果去中線持有哪一隻應該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說2638就純粹是做香港的業務 所以其實它又不會賺得特別多 但是起碼來說就忠忠忻忻 就不會有什麼得罪投資者 而問題在一個周息率裡面就不是特別高的 老實說大概是4厘多左右的水平 所以就變成了它的利率是比較低 但是來說它的股價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如果有些投資者就說 我真的不理股價相對的升跌的了 你最好就不要得罪我 你最好如果跌倒不好的 就很緩慢地升 我每年的股價就算是賺3至5% 甚至股價不特別賺的 我只是收到利息 你100%就不是派給我就可以了 如果你就是這樣 相對就是說是沒有特別奢望 或者野心的收息人的投資者 那的而且一個穩定的26300是適宜的 這個因為它用穩定去compancy了很多東西 那相反6號就是倒轉了 這個它的股價是票面是比較高 大概5.7厘了 你看到它52州高低位這個上落比較猛烈的 你看到它52州低位大概是42元 高位是52元 高低位其實來說真心來說不少 而且你看到它恆常的波幅 都遠比是26300為大的 因為很簡單 因為大家分了工 自從6號仔拆了26300出來之後 6號仔它自己本身 就是跟香港的業務就無關的了 那它就主要是一些海外 可能是英國或者其它歐洲的國家的業務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要承受外地的風險 外地的經濟會不會是差 或者老實說現在歐洲那邊 其實說如果是滯漲 如果和美國大家鬥滯漲的話 老實說這個歐洲那邊的滯漲 就是比美國還差的 因為美國GDP名義的增長都達到2%現場 歐元區應該是0.8%都不夠的 但是問題是現在呢 如果是歐元區的國家的通脹率 其實是和美國是有過之而無可及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投資歐洲的電能實驗 就是電能實驗這家公司 其實是否真的會為你帶來安穩呢 或者是超級安穩呢 所以最後也要提醒 是收息的投資者 有時不要因為股息率高一或一半 你就覺得越高就越好的 其實有時呢 他較低息的股份呢 他可能暗藏了 暗藏了是說很穩定 或者是民族增長都較高的 是賣先了下去呢 才令到股價是長期高企 然後令到息率是低了一點點 史上也證明了很多次呢 是息率較低的股份呢 相對同行呢 長期的股價表現呢 反而是更加好的哦 OK 那這個投資者是要注意的 投資要怎樣呢